昨天出客的这个小牡丹 今天这个屁股又堵上了 上次堵屁股那个小绿桃 也是他的兄弟 这家人是不是基因有问题 祖传的是吧 小时候都要堵一下 算了还是不用手了 这都已经干了 沿在屁股上了 刚刚用水给他沁湿了 但是还弄不下来 放旁边再等一会 你们看吧 昨天一晚上 这盒子里干干净净的 一个粑粑都没有 再来试试 终于掉了 堵了一晚上呀 这耐力也是挺好的 嘿嘿嘿嘿 起来 别躺着 不要这么懒 吃个饭他还想躺着吃 呦呦呦呦 这反应怎么这么大里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被烫到了 这牡丹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吃东西的话 喜欢躺着让人喂它 他不习惯这样站着吃 因为在繁殖箱里 母鸟就是让他们躺着吃的 一个个都躺的笔直的 看吧 吃了就躺下 这个脖子跟有毛病一样 硬得很 快来再吃一口 哎呀 还好我底下垫了 不然这一颗不得把老正当给磕出来了 鸭子像硬了一样 看吧 吃饱了就躺得笔直的 如果不是看它还有呼吸的话 都以为它挂了 牡丹的小鸟不同于虎皮和玄凤 小时候就是要这样躺着 所以大家也不用大惊小怪 慢慢长大了它就好了 过了十分钟来看 它都拉了两次了 看来这下应该是通了